話說小米最近就給了他們最新的WiFi 6 Mesh Router 想我試試 今次這條影片我就給你看看這部 500元都不用的兩件裝 Mesh Router 可以給你什麼 這條影片就沒有收錢 所以我就會用自己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首先WiFi 7也出賣了 為什麼這一刻你還要考慮買WiFi 6回來 不是應該轉為WiFi 7嗎 如果用WiFi多看YouTube、Netflix 用戶又不多的話 雖然WiFi 7有它的好處 但普通用戶很多時候都未必用得著 再加上你要升級WiFi 7的話 你要用得盡它的理論速度的話 除了你家中的寬頻要升級之外 你的手機、電腦都需要升級 所以你升級WiFi 7不是只換了那部 你就會覺得很快啊那種感覺 而且最新的WiFi 7也不便宜 你花了出去的錢就不一定給你期望的速度 對於價錢有考量 如果想便宜一點有WiFi 6Router去用的話 你自然會想看看有什麼Router推介 不過有時候Router就太便宜了 其實比你也不敢用 因為你單純心買回來就 又不是經常壞的 又不是複蓋不行的 你也會擔心的了 對嗎? Mesh Router比普通Router有什麼分別呢? Mesh Router通常你是一套兩個 或者三個賣回來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家裡的不同位置 它們會在家裡互相連結成為一個 覆蓋面更廣的網絡 它們各自的Unit都可以發送WiFi信號 對於香港主力場比較多的大單位 或者多層住宅的話 Mesh Router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所以我為什麼要試 是真的要告訴你對於什麼人來說 你用這個Router會有網速改善的感覺 而對於什麼用戶來說 這套Router就未必夠用 首先開箱吧 巾盒會有兩個Router 一條網絡線 還有說明書和電源 設置方法跟大部分現在買的Router差不多 將隨便一個Router駁回Modan 之後用WiFi進入Router 再做起次設置 然後下載米家App 去做Router設置 設置過程不複雜 跟著做就可以了 而另一個Router 只要你插著它 它就會自動連接 注意我設置的時候 它駁到某一些Modem 可能不成功 我在我朋友家裡試過 到最後我要駁到它本身的Router 才能夠成功 如果你也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就這樣就算了 或者你叫你的網絡商 換了一個比較新的Modem 給你用 SPAC 我想這裡不多說了 你看SPAC sheet 其實你就可以了 加上整條影片 我不是收錢做廣告 我不想在這裡讀SPAC 還有Router 其實很多時候 知道SPAC都沒有用 其實你只是看覆蓋和看網速 然後我們試試看覆蓋 你上網可能會看到它的建議選購 以它推介的話 大部份香港家庭 一設兩個裝置都很夠用 但是香港的家庭 你看看就算了 我們香港很多家庭 都是主力場又多 東西又多 其實實際覆蓋面積 一定去不了它的理論值 這次拿了兩個地方 跟大家試一下 第一個是440呎的單位 Router主機放廳 衛生機放在角落的房間 本身由WiFi 5的Google Wi-Fi 轉了做這一部 覆蓋程度可以達到整間屋子之餘 比起現在用的WiFi 5 它整體效能表現有明顯的提升 為什麼這樣比呢 其實因為還有很多家庭 都是用很舊未更新的Router 而且對於一些很便宜的 就買到過用 這東西對於400呎的普通單位來說 它是值得升級的一個選擇 至於另一個測試的單位 單位700呎 有露台的三房單位 主機和衛星機分別是放在這兩個位置 我們的測試結果是 由於比較多主力場 一些突出的地方 還有主人房都是收不到的 其他地方的網速都不太理想 以我本身用的NetGear Mesh Router去比的話 它的網速和網絡表現就不太理想 不過始終一分錢一分貨 我Router的價錢是這個10倍 很難不認識的 這次跟大家簡單試了這個 小米AX3000 Wi-Fi 6 Mesh Router 對於家裡不太大 想便宜地由很舊的Wi-Fi升級的人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這次內容就是這麼多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訂閱 按下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了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 拜拜